就在刚刚 一条大黑狗狂飞不止 历青坑里冒着气袍 似乎要发生什么不妙的事情 大黑狗前面的路面突然裂开 裂缝不断延伸 一位大妈交警正在指挥交通 他一脸震惊地看着脚下不断延伸的裂痕 竟然直接塌陷 正在等红灯的金发姐 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以大妈交警为中心 路面不断塌陷 大坑也越来越大 不断有汽车掉落深坑 历青坑的水逐渐消失 金发姐果断倒倒 一脚踩下油门快速倒车 而眼前高楼一动动倒下 地面的坍塌正快速蔓延 很不幸的是 金发姐的车在混乱中撞停了 几人只能下车快速逃离 而身后塌陷更加猛烈 道路两边的高楼不断倒塌 他们只能拼命往前奔跑 而此时 小帅看见倒在地上的小女孩 好心地上前扶起了她 却不知道这让自己身陷危机 她被路人撞倒了 金发姐回头看见儿子躺在地上 她急忙往回跑 但很不幸的是 心裂肺地大声喊着 但面对如此场景 作为母亲的她却无能为力 还没等金发姐反应过来 地面塌陷已经延伸到她面前 她转身正要逃离 脚下却频繁踩空 就在她即将掉下深洞时 一只手伸出拉着了她 原来是女儿一娃赶了过来 但一娃力道太小了 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将母亲拉起 而地面的塌陷还在继续 金发姐也很清楚眼前的危机 她刚刚已经失去了儿子 不能再拖累女儿了 她喊一娃赶紧逃命 她依依不舍地挣脱了一娃的手 一娃眼睁睁看着母亲掉落深坑 周边塌陷还在继续 她伤心地迈着甲智逃离深坑边缘 而此时 城市中间已经形成了一个 深不见底的神秘天坑